女性的寿命为什么会比男生长 根据2022年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 全球女性平均寿命为74.9岁 男性则为69.8岁 女性的平均寿命会比男性高超5.1岁 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从生物巡舍来说 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长寿 众所周知 女性有两条X染色体 男性有一条X一条丸染色体 X染色体会比丸染色体大 所携带的基因也比丸染色体多 对人体更加的重要 如果一条X染色体所携带的基因出现问题 女性还有另一条作为替补 男性的坏了就没了 另外男生的腕染色体 则是年龄的增大 可逐渐缩短甚至丢失 被称作腕染色体镶嵌丢失 这一些色主要发生在快速更新的细胞中 例如白细胞 血细胞等 或造成男性患病力更高 死亡风险更大了 接着从生活习惯上来说 女性也是比男性更容易长寿 在生活生活中 男性工作强度会比女性高 家庭压力也大 但大部分的体力工作 主要都是由男性来完成 同时男性为了减压 抽烟酗酒方面的恶习 也比女性要多得多 这些因素都会加点男性的平均寿命 总之在寿命方面 男性也是弱势群体 也就要女性们的关怀和体贴 我是不正经学姐 我刚过的活实在太多了